檢方偵辦內湖區公所挪用公款 替私人業者開錄一案 17號院方是裁定內湖區的區長 因為沒有明顯的犯罪 市政無保赤回 檢方不服向高院提出抗告成功 今天上午市林地院重開了家庭 判決結果大逆轉 區長林士從遭到裁定收押警戒 山區的產業道路 竟然成為業者的專用道 台北市林地檢署偵辦內湖區公所 疑似為了圖利業者 利用公款撕開道路一案 原本裁定內湖區長林士從無保赤回 檢方不服提出抗告成功 21號上午法院重開擠壓庭 裁定擠壓禁件 檢察官有提出說 他可能還有一些資料 還需要去調閱 還需要去取得 擔心因為區公所 身為區長的身分 可以有這個影響力 所以希望在他取得這些證據以前 先對這個區長 做一個擠壓的動作 從無保赤回到擠壓禁件 判決整個大翻轉 關鍵就在於檢方提出 還有重新搜索的必要 擔心區長林士從會趁機滅證 法院才會認同檢方訴求裁定擠壓 不過對於這個判決理由 辯護律師大大不以為難 檢察官認為還有一些證據必須要去取得 而要取得的證據內容又不方便透露給被告及辯護人知道 因為認為這是偵查不公開 那對辯護人或是對被告的人權來講 沒有辦法得知認為有什麼證據是要被淹滅的 我們如何去做答辯如何去做抗辯 律師表示像這種只花79萬元的道路修繕工程 核定層級根本不到區長 區長的涉案程度本來就很低 檢方只是偵辦另一件三老鼠案時 懷疑區長會協助面證 在沒有明確的犯罪事實下 罔顧被告的人權也將會針對羈押結果 提出抗告 UNTV楊子健 楊仁祥 台北報導